所以兩個在打擊率的這個部分 稍微有一些拉開 兩個好球 一個壞球 這一球出棒打成了一個 中間方向的飛球 鎖定一個偏高球出手 中外一手還在去追球 這個球過局了 OMRO 在兩出局的情況之下 潘虎熊敲出了本季的第六號拳淚打 直接過大槍 狀況真的 真的一流 那個球稍微偏高一下 順勢打到中外 那個力道的運用真的太完美 是 有一點可惜的地方我們要看的 就是在兩好球之後 骨手蹲出去就明顯要放掉一個好球 所以已經蹲得太出去了 所以變成兩好一壞才來對決 對打者來講 更取得一點優勢 更何況 黃浩嵐蹲出去的那個位置 是太明顯的一個壞球 對打者來講很容易去瞄到 你這個球根本不想跟我拼 前面楊教練當然有分析到 結果曾兆豪在第一局 其實球壓得滿低的 剛剛那或許可能會是這一局 唯一的一個獅頭球 但這一不注意就被直接扛出去了 對 這個球 Tatting的效果還不錯 一直往外角 一直拐得出去 拐得出去 其實這個球應該講的 他給潘虎雄打得太厲害了